18年前法令就規定 民間可以以專案進口疫苗 市長覺得中央政府在拖什麼 是否應該略過繁瑣的文件審查程序 加快疫苗的進口速度 這一條齁 其實看到這裡 我想 大家心裡面都有一把尺 到現在為止 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個 也沒有看過蔡總統出來開記者會 昨天那個高端的股票一跌停 剛好 蔡總統就趕快出來開記者會 所以要思考一下 到底 政府的優先項目是什麼 這個是這樣 如果沒有疫苗 沒有解決辦法 那大家就也沒辦法 可是明明目前地球上已經打掉18劑的疫苗 表示說這個是 有解決方案 所以 其實這樣 要做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 這個是 還是那句話 國內的生技產業要福祉 這我同意 那我們要發展自己的疫苗產業 我也同意 但是有時候就是 局勢改變了 如果今天台灣 內部情況很好 當然這個政府要做一些政策的調整 是可以的 可是 可是我們在第一線 實際執政很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三級管制一放開 感染一定上升 這我非常清楚 那三後 台北還算是醫療資源豐富 同樣的情形如果出現在台灣其他地方 會相當麻煩 所以 這個 是有輕重反擊 你知道 還是要思考一看看 這到底 問我的話 我還是主張 疫苗可以進來就 先打了 那不然這個 這個三級管制再拖三個月 年輕人的心聲 鬧便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便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 鬧便風向 趕嘴就來辯